这个富豪不一般 他亲口在宴会上把杀死自己的方法告诉了所有人 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今天 他真的就被这个方法杀死了 由于他的影响力实在太大 担心对整个金融市场带来影响 富豪的家人和负责调查的警方 都选择先隐瞒谋杀事实 而富豪的长孙女菲菲决定请自己的前男友 如今从事侦探工作的查理 来调查这个案子 抢在警察介入之前找出真相 以求事态不扩大 于是查理到警局找自己熟悉的警察叔了解案情 警察叔很爽快地分享了线索 死者的死因是毒扁痘减中毒 这个成分经常被添加到眼药水中 富豪本人还患有糖尿病 正是有人将他的胰岛素和眼药水进行了对调才会致死 下定决心接下这个案子之后 查理很快驱车来到富豪家的庄园了解情况 首先是富豪过世妻子的姐姐得宜 他与富豪在对孩子的教养上有很大的矛盾 但其实内心也很佩服富豪 他擅长枪法 并且经常打岩鼠 为此囤了不少毒岩鼠的药 然后是富豪的大儿子和大儿媳 也就是菲菲的父母 两人都是艺术家 大儿子是个编剧 大儿媳则是个演员 不过现在都已经过期了 大儿媳终日酗酒 两人都没什么继承遗产的野心 因此目前看来也没什么杀人动机 但尽管如此 两人对父亲的去世却没有表达出任何一点悲伤 二儿子继承了父亲的家业 但是商业头脑并不突出 经常需要父亲来为他兜底 面对查理的询问 他表现得非常在意父亲 还一口咬定继母蓝夫人就是杀人凶手 二儿媳则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女性 她是一位化学家 同时精通植物独理学 不过目前来看这对夫妇 也没有一定要杀死父亲的动机 然后是富豪二婚的妻子蓝夫人 蓝夫人如今只有37岁 嫁进来之前是个舞女 分外貌美 她坚称自己嫁给富豪是出于爱情 并不掺杂利益 富豪死亡当天正是她帮富豪注入 含有毒药的胰岛素 但是她本人表示药瓶上写的就是胰岛素 不是毒药 而且如果她就是凶手 一定会把指纹擦干净 这番说辞听起来也还是很有道理的 再来是富豪家里请的家庭教师 从他这里查理了解到 富豪死亡的当天晚上 二儿子和大儿媳都曾经来找过富豪 二儿子生意上遇到了困难 希望拿到一笔资金 大儿媳则是希望公共投资 夫妻两个一起拍的电影 富豪给了二儿子资金 却拒绝了大儿媳 那这样看来 大儿子和大儿媳也其实是有杀人动机的 另外还有富豪的大孙子 及菲菲的弟弟 因为自小患有小儿麻痹症 他有了跛脚的毛病 性格也十分的阴郁奇怪 他告诉查理家庭教师和蓝夫人之间 有不同寻常的关系 并且二儿子也曾喜欢蓝夫人 这个大孙子同样不为爷爷的死感到悲伤 他觉得爷爷是个控制欲极强的疯子 妄想干涉这个家里每个人的人生 最后他还说蓝夫人应该不是凶手 因为他不够聪明 大概只是被人利用了 最后是这家的小孙女 她是个热爱侦探小说的女孩 因为年纪太小 家里的保姆常常跟在她的身边照顾 这让小孙女不胜其烦 她喜欢观察家里人的言行 并将其记录到自己的笔记本上 她也不喜欢自己的爷爷 因为爷爷不让她学习自己喜欢的芭蕾舞 傲慢的实在难以忍受 另外小孙女也提到家庭教师和蓝夫人有染 还写了很多情书 她甚至知道这些情书放在那里 但她并不打算与查理分享 女孩自信能靠自己找到凶手 因为她知道很多其他人了解不到的事情 所以单方面与查理展开了一场侦探比拼 除此之外 她还觉得一定会有人再次死于谋杀 第二天 查理到律师那里了解遗产问题 据律师所说 所有家庭成员都知道的评分遗产的遗嘱上 并没有富豪的签字 那么目前来说真正的遗产分配情况是 蓝夫人会分到绝大部分的遗产 这让蓝夫人的嫌疑陡然上升 如果再确定她真的与家庭教师有染的话 动机就极其明确了 这天晚上 因为车子抛锚 查理被迫留在富豪家里做客 晚宴上大家针锋相对 但是无疑大部分人怀疑的对象都是蓝夫人 即使蓝夫人坚称自己爱着富豪 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不过查理是相信她的 或许也是觉得蓝夫人并不是一个聪明人 玩不成这样的凶杀案 因此在蓝夫人向她求助时 查理给了蓝夫人一些建议 帮她脱罪 却没想到这一幕被菲菲撞上了 本来因为这两天的相处两人关系缓和 眼看就要复合 如今这么一闹 菲菲以为查理也喜欢上了蓝夫人 两人不欢而散 查理被扔在了客厅 这时楼上传来一些声响 查理赶紧追上去 却发现那人进入了一个很狭窄的洞 她要进去会非常困难 好在洞里的人主动现身 原来是小孙女 不过她并没有多说什么就跑开了 查理来到院子里 看到小孙女和孙子二人的树屋 一时好奇就想上去看看 树屋里不仅堆满了小孙女日常看的侦探小说 还摆着一家望远镜 查理一看 居然是对准蓝夫人的房间的 难道小孙女也怀疑蓝夫人就是凶手吗 不等她细想 镜头里蓝夫人和家庭教师已经开始翩翩起舞 看来两人有染这件事是确定的事实了 过了这一天 查理的车终于被修好了 正好警察叔也给他发信息通知有重要线索 于是查理立马前往警局 这个新线索来自富豪的一个朋友 富豪生前曾将一份遗嘱交给他来保管 也就是说 这份才是真正的最后的遗嘱 而根据目前这份遗嘱 蓝夫人只有很少一笔钱养老 而剩下的遗产全部被留给了大孙女菲菲 这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树屋的绳索被人截断了一半 导致小孙女在爬树时摔了下来当场晕倒 查理来到小孙女的房间探查 发现得意正在现场偷偷藏着什么东西 但毕竟是人家的家里 查理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轻易把人放走 这时 菲菲继承遗产的消息也传遍了全家 不过菲菲并不惊讶 她早就和爷爷谈过家里的事 富豪认为只有家族的钱 全部聚集在一个有能力的家庭成员那里 家庭才能一直保持繁荣 而且早就确定了真正的继承人是菲菲 面对家人的请求 她强硬地拒绝了投资母亲的电影 父亲的杂志 还打算卖掉二叔经营不利的公司 这件事情致使菲菲的嫌疑大增 查理在菲菲试探性问起时不由的迟疑了 这让菲菲十分生气 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此后 因为媒体已经发出了部分消息 警察叔正式接管了案件 他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蓝夫人 查理突然想起昨天晚上 小孙女曾经出现在一个狭窄的洞里 那么会不会他就将自己掌握的线索 放在那里呢 想到此处 查理马上带着警察叔过去 通过狭窄的洞 两人来到一个楼顶的阳台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盒子 打开一看 果然是蓝夫人和家庭教师来往的信件 信中不仅写了肉麻的甜言蜜语 还表达了希望富豪消失的愿望 得了这个线索 警察叔确信了蓝夫人就是凶手 马上实施了逮捕 但是查理依旧觉得还有隐情 事情不会这么轻松就得到解决 这让菲菲觉得一直只有自己 才是查理的怀疑对象 矛盾再次升级 晚上 小孙女出院回家 得知下午的事情后 她高兴地表示要回去寄到自己的笔记本里 然而不管怎么样都找不到 这让她情绪非常差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件案子算是圆满结束了 可是第二天 又一件凶案发生在这个庄园 这次的死者是保姆 她喝了原本准备给小孙女的热巧克力 也就是说 凶手原本的目标很可能是小孙女 小孙女的父母连忙安慰她 但是小孙女既不伤心也不害怕 甚至觉得很有趣 她一直都不喜欢保姆 厌恶对方的管东管西 还逼自己喝不喜欢的热巧克力 现在更是觉得偷自己笔记本的人就是保姆 整个家里 她只喜欢姨母一个人 不过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查理非常担心小孙女的安危 又知道她掌握了几乎所有的真相 再也不想浪费更多的时间去冒险了 她极力劝说小孙女说出事实 但是小孙女就是不听 这时得意来到这里 从查理手中带走了小孙女 查理只好来到警察叔这里了解死者的情况 保姆死于情花物中毒 这种毒药一般人家里并不会常备 除非是为了除岩鼠等等岩鼠 那么凶手很可能就是一直在给家里除暑的得意啊 想到此处 查理很快来到得意常呆的花房 果然在这里找到了毒死保姆的药物 还找到了小孙女的笔记本 笔记本已经被放在石灰里销毁 不过幸好时间不长 只是模糊了几夜 还来不及细看 飞飞来到这里说得意带走了小孙女 现在已经开车出了门 了解到这些情况 两人赶紧上车去追 刚打开车门就发现了得意留下的信件 她在信中交代了自己就是谋杀富豪的凶手 想到目前正和得意在一起的小孙女 两人心急如焚 不过查理的直觉告诉她得意并不是真正的凶手 她让飞飞读一下小孙女的笔记本 说不定会有其他线索 于是两人终于发现了触目惊心的真相 杀害富豪的既不是蓝夫人 也不是得意 而是小孙女本人 原因也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富豪拒绝她学习芭蕾 也给其他人带来了很多人束缚 是个强势傲慢的让人讨厌的人 除此之外 她也觉得家里实在太平静了 实在无聊 蓝夫人的信件也是她伪造的 因为蓝夫人文化程度不高 写字像十岁的小孩子 这让小孙女模仿她的笔记成为一件简单的事 剪短绳索的也是小孙女自己 而保姆注意到了她去拿剪刀石鞋上的泥土 她担心保姆迟早拼凑出真相 加上日常就有的矛盾 小孙女毫不犹豫就杀了保姆 但是真正拿走笔记本的却是得宜 她觉得保姆的死就是因为自己拿走的笔记本 非常自责 决定自己解决这件事 她太爱小孙女了 不希望她的真面目暴露 被人评价为小恶魔 也不想让整个家族蒙上阴影 所以她选择自己承担一切罪名 然后开车带着小孙女从悬崖上一跃而下 车子发出了猛烈的爆炸 终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